台东东区福伦社捐赠郁寒的博子围巾 给台东11所小学一共有900多位的学童受惠 而分为两梯次的捐赠 27号的上午7位国小的校长亲自到福伦社的社馆 参与了第一梯次的捐赠仪式 也致政感谢状给福伦社 台东东区福伦社结果讯息 表示有善心人士想捐赠郁寒的博围给台东的孩子 福伦社二话不说挡起中介的桥梁 联系上11所学校分为两梯次捐赠 27号上午7位国小校长亲自到福伦社馆 参与第一梯的捐赠仪式 南东送软了这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第一梯梯梯 为我们引荐这项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感谢第一梯梯梯 那也更感谢我们的各位校长 这么百忙之中的抽空来参与今天这项活动 让这么多学童能够受贿 基于台北有一位爱心的家长 那么她认识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是圣心女中的辅导师主任 那么跟她提到说 她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孩子的微博军 套起来非常的温暖 她想要给我们台东这边的孩子 不晓得要如何去处理 那也为我们福伦社呢 来跟各位偏僵学校的校长联系 那我们的秘书呢 我们的IPV 非常的热心呢 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期间内呢 就完成今天的天正服务 清晴一的时候 我在屋那边室外的温度是12啦 那力道是10度 那非常谢谢 在这样的冷天里面呢 那福伦社呢 刚好有这个微博军 那我们山上的孩子呢 那可以这个保卵 希望他们围在博士上 然后温暖在心里面 今天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代表我们小朋友接受这样一份礼物 那其实我们那一天 因为我们很常带孩子去山上去海边 那天老师还在讲说 是不是有 可以帮孩子保暖 也许这个季节出去 结果正好就是 那个 好的缘分就马上连结上 我们就 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这样一个礼物 可以让孩子们 马上他们就有一个 保暖衣物可以带出去学习 各校校长也致赠感谢状给福伦社 都表示这个捐赠 除了有实质上的保暖功效 更重要的是 让小朋友都学习到 互助助人的道理 记者廖婷娟台湾室报道